作为芒果S加级综艺,《乘风波浪》的姐姐3上线后热度不减,但凡更新总能霸榜全网各大热搜榜单。 前两季的C位,宁静和纳英依然是话题引领者,余文文、王兴林、郑秀妍、谭维维、赵英子等姐姐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节目贡献了热度。 在《浪劫3》一宫的对决中,临近同盟笑到了最后,纳英同盟中个人喜爱度最后的两位,吴墨仇和黄小磊和别舞台。 尽管二宫的正片还没开播,但其实该节目已经录制完了四宫,网传赵英子在二宫后被淘汰,阿雅、刘恋和黄义三宫后被淘汰,而在刚录制完不久的四宫中,胡兴儿、许如云和毛俊杰止步舞台。 从四宫的淘汰名单来看,胡兴儿和许如云成为了很多观众的意料之外,因为他俩在一宫的个人喜爱度排名分别是第四和第六。 由此可见,从一宫到四宫,姐姐们的个人喜爱度排名变化很大,既然胡兴儿和许如云人气下降明显,那么一定有人上升很快。 四宫结束之后,近期武功的情况也陆续被曝光,尽管只是一些零散的爆料,但仍然有参考价值。 毕竟浪杰这个系列的瓜主们向来比较靠谱,分组18人分3组,谈为为组人气低。 四宫之后,已经有9人离开了浪杰3的舞台,而且徐梦桃并没有参与四宫录制,被爆料已经退赛。 尽管徐梦桃本人在社交平台回复网友,网传不一定是真的,但网传的分组名单中并没有他。 此外,抛开徐梦桃为国争光这件事,单纯以比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缺席四宫,然后回归五宫,确实对其他姐姐不公平。 根据爆料,剩下的18位姐姐在五宫将分为三个组,郑秀妍、王兴林和谭维维是三大队长,四宫淘太的胡信尔和许如云都是于文问组的, 所以这个组应该是被打散了。 郑秀妍维组的成员还有余文问、张韵逸、王子玄、张丽和朱洁静。 王兴林组的成员还有阿萨、阿娇、张天爱、吴锦岩和唐世义。 谭维维组的成员还有郭采杰、张强、赵梦、薛凯奇和齐熙。 单单从这个分组来看,郑秀妍组和王兴林组的人气明显是高于谭维维组的, 所以不少谭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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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瓜主说是solo舞台 四人舞台和六人舞台 也有瓜主说三个小组的出战人数不完全一样 目前被爆料出的六个选举 尽管还没确定哪组唱哪首 但传唱面也比较广 更重要的是 这六首歌用优秀形容并不为过 节目组应该备赞 网传的六首选举分别是 大热英文歌Sanarita 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 刘伯欣的有妈炒面 赵传的经典作品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像航天事业致敬的张杰的龙吟 B样的的金曲真的爱你 值得一提的是 一公播出后 浪杰三节目组曾在芒果上线了用户调研问卷 征求观众对选举舞台类型等方面的建议 如今看来 节目组并不是走个过场 而是切切实实的希望 听到观众的可行性建议 并尽力的把选取这个问题解决好 如果武功的选取水准 能延续到成团夜的话 那么浪杰三的口碑 不止会上一个台阶 武功的郑秀妍会很忙 据悉 郑秀妍在武功会有三个舞台 全部三轮比赛 她都会出战 如果Sanarita这首歌曲 由郑秀妍solo表演的话 那现场观众得疯 作为自带流量的顶级女团前成员 郑秀妍加盟浪杰三 始终存在争议 原因无外乎两个 第一 自带人气的爱豆 必然会有黑粉 他们能带齐的节奏不可忽视 比如感情问题 比如合约纠纷等 第二 郑秀妍的美国国籍 大量观众认为 浪杰三是国内的顶级综艺 应该把更多机会给国内一人 而不是让给一个外国人 但抛开以上两点争议不谈 郑秀妍也确实给浪杰三 带去了超高流量和话题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更何况 郑秀妍也的确让浪杰三更好看了 国内的姐姐们压力更大了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竞争对手 一攻时 郑秀妍身为队员 参与了药泥馆 并且赢了王心灵坐镇的谈笑一声组 在这个唱跳舞台中 阿雅 阿萨 和毛俊杰的表现 确实和女团出身的郑秀妍 有距离 从二攻到五攻 郑秀妍一直是队长 并且带队打出了很好的成绩 二攻带队表演OK 赢了胡杏儿组的爱像一首歌 三攻的五组表演中 郑秀妍带队拿到了第三名 四攻面对前两届的师姐手类 郑秀妍带队攻略成功 而且是四组中唯一攻略成功的小组 浪杰三目前还没播二攻正片 所以随着正片的更新 郑秀妍的镜头会更多 故事线应该也会很明显 不过经过浪解三这趟旅程 郑秀妍能让多少观众改观呢 最后 笔者纯粹以个人观点 对武功做一个简单预测 台湾为组 因为人气低 可能会在武功败北 毕竟节目进行到武功时 带粉级的现场观众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 郑秀妍组和王兴林组 应该会是成团业的两大阵营 当然了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C位的问题 按照前两季的浪解惯例 C位都产生于成团业的两位队长之间 而谭卫为是本季 C位的有力竞争者 矛盾吗 其实并不矛盾 别经斩击的哥哥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终的C位陈小春 并不是成团业的队长 张静和李承炫才是 所以说 即便谭卫为最终可能不是浪解三 成团业的队长之一 但也不影响他和王兴林竞争C位 而郑秀妍竞争C位的劣势 完全是国籍问题 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